Hello 各位好 来到8月30日的下午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update做一些和大家做节目 update一下美国大选和美中关系的最新的一些信息 也希望大家明白到这些和我们 每一个身处在地球的人息息相关 先讲美国大选 希望大家一如既旺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看完广告看完片 利用supervencer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接着继续讲这个关于美国大选的消息 最新的一些不同的民意调查讲很多东西 我经常都跟大家提醒 民意调查 信三成 华尔七成 无论左右派的民意调查都是这样讲 你看到这个trend 即大家的trend 但这个trend不可以准确到少数点准确到个位数 而很多东西都有水分 即使看到很多民主党的军事 政治评论员都认为 民主党的很多的水分 大概4%左右 有这样的水分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未必准 大家看到民主党的 这个 Kamlet Harris 我们可以承认一点就是 他肯定给拜登 获得更多的支持 而他和Trump之间的距离 缩窄了 这个肯定 但不代表他已经追过了Trump 即是基本上 不差范围内 其实相当惊险 有一组民意调查就显示 尤其是在 Ipsos 路透社 这个左派的民意调查 看到就是 Kamlet Harris 卡马拉 现在叫 Comrade Kamela 就是这个 Trump 经常说 卡马拉同志 即是说他communism 45% Trump 41% 换言之根据 Rotus 和Ipsos 的调查 45-41 Hat 4% 是这个 卡马拉哈里斯 是暂时领先的 那他在7月底的民意调查 领先Trump 1% 所以他追紧了 他是不是追过呢 我刚刚说的水份成份 所以未必 是这样看 看待的 尤其在 女性 和拉丁裔选民 Latino 即Hispanic 的选民 的支持率 今天看到 Harris有增高的趋势 在截至 8月28日为止 8日内进行 今天声称 五差范围 正负两个百分点 换言之全部都是 五差范围内 在 女性 和拉丁裔的 选民间 Kamela Harris 落得 49% 高达 13个百分点 大幅领先Trump 36% 但你不可以只抽一个族群 同样的你可以抽 年轻的族群 18至29岁 当然 民主党的 Kamela Harris 领先 女性 稍为领先 Kamela Harris 但不代表 什么呢 整个选举 Trump就输了 因为你只抽一个地方来看 就好像 你看喜剧之王一样 你看看你的眼睛 你不漂亮 你很噁心 很骯髒 你看看你的眼睛 看你的耳 看你的鼻 都可以欣赏到一种美 就行了 用这样的方式 看问题的话 相当片面 今天看到 领先程度是高 但是Trump在白人和男性选民间的支持率的领先程度 就是相约 看到 在没有大学学历选民间的优势 由7月的14个百分点降到7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民意调查 全部都有操作成份在这里 所以 不要太 就是太顾虑 这件事 但是 重点都不是这里 我由始终提醒大家 美国的选举 在一个共和制度 联邦共和制度 并不是普普选票 不是popular vote 是意思 Electoral vote Electoral College 选举人团 这投票结果才是重点 换言之 七大摇摆州 始终是重点 Wisconsin Pansylvania Georgia Arizona North Carolina Majigan Newada 七大摇摆州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如果 Trump 赢得其中五个 满胜 OK 基本上有民意调查 根据刚刚上面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七大摇摆州 4253名 终于超过1000 4253名的美国成人的意见 包括3562位的登记选民 美国成人的选民 其他的东西 也计算了 其实有很多水分 4253 减3562 那些非登记的选民 而有美国成人 他没有权投票 他没有权投票的话 怎么加上去呢 所以我说这些民意调查很多东西 逐层抽丝剝茧 你会知道很多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另外 我们都会看到 一个新闻 就是说 现在CNN 就是终于 有个专访 就是给 Harris和Waltz 在 我正在做节目这个时间 我现在未有时间看 在美东时间 29号晚间 刚刚可能已经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所谓的CNN专访 在归位 超过一个月之后 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 没有稿的 就让他自己来说 即兴兴的 即是Town Hall的访问 最近你看到 Trump 去到Wisconsin 一个地方 接受个Town Hall式 半个小时的访问 对答 至于 全场也都非常多人 场外也都一样那么多人 法文的人也都说出 对于这个baby的重要性 在他场内 Trump对于Inflation Immigration 或者Abortion 等等的问题 都有他自己 重新他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有很多新意呢 未必 因为他 常常的 做社大会 都是说类似的东西 不可能每场 都说不一样的东西 但我想 每一次 你看到对答 治愈的程度 绝对不像 78 79 的老人 而是一个 相当 好像一个 四五十岁的人 一样 感到心智能力 所以我会觉得 是相当难得的 那么我很期待9月10号 有一场 电视辩论 但现在刚刚我们上次节目都说到了 未必谈得完 所以看一看 究竟可不可以 为什么谈好条件 谈不好条件 就不辩论 谈好条件 就按照 CNN的规则 辩论 或者经过妥协的规则 辩论 但今时今日 主流媒体 只是说那个microphone的问题 没有说 要坐下 有猫子 和要开场白 这三点 各位 这东西是不是一个公运的媒体的评论呢 我们看到《立场新闻案》 为 林兆彤 钟佩权 和很多幕后的记者 为了真相 说了很多东西 在左派媒体美国 竟然 是做了一个这样的 有些 一些所谓的评论人 当川普说 No Tax for Tips 接着这班人就说 这个不通 骂他 不符合经济学原则 接着 Kamela Harris No Tax on Tips 同一个评论人 赞不住口 这些所谓的 搬聋门 或者搬 就是 班门 农府 搬聋门的事 在美国很多评论界 是非常腐败的 他们的媒体 非常corrupt 大家不明白这一点 去看一些主流媒体的话 未必是准确的 我们不是全面 否定所有媒体 所有记者 所做的事 例如我举个例子 这个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起码 讲出真正的说法 8月26号 826 4日前 阿富汗 赫布尔机场 恐怖攻击事件 三周年之際 美国副总统 Kamela Harris 发表声明 他说对于在事件中 丧生的13名美军 深表哀悼 但他的声明如同 空洞的位置 因为他并未对当时 撤军决定表达任何的负义 反而反复强调 拜登总统做了结束 美国最长战争的勇敢 和正确的决定 这件事 搞得连华尔街日报 都开始强烈批评 他们的社论的 编辑委员会 不是一个人 编辑委员会社论 827的社论 直接 职责 Kamela Harris的立场 批评他缺乏判断力 禁止他可能无法升任总统职位 或相当大的指控 社论指出 Harris作为白工紧急情况室的一员 理应掌握相关资讯 了解撤军的可能引发的效果 却选择沉默 选择拥抱失败 这个不单令人失望 也令人担忧 华尔街日报 批评Harris的沉默 并非无的放弃 事实上很多人认为 当年拜登政府在撤军过程中 无视大部分顾问的意见 坚持日期为准的全面撤军 最终导致 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 塔利班迅速掌握政权 这一场撤军行动 被视为拜登政府任内最差的决定之一 这个开始了一个弱势 然后22年的夜月 俄罗斯侵略沃拉 之后也有伊朗 张牙舞爪 中国张牙舞爪 以下爆发冲突 这些全部都是 一指挫满盘加六十 骨牌推倒的第一块 就是这一块 阿富汗的 瘡黄草率的撤军 这也是一系列 国际危机的导火线 华尔街日报在827的社里提到 退役美军陆战队的中将 麥肯齐 Kenneth McKenzie 在《战争学院》的podcast里面 批评 我认为 俄罗斯普京 入侵瓦拉 直接原因就是阿富汗撤军事件 这个导致中国人更加大胆 也令到 夫罗山伊斯兰国 IS-K 在阿富汗更加猛绝 几个月前 在莫斯坊发生的恐袭 只是未来事件的预兆 美国现在对阿富汗的影响力 已经非常有限 你看到有多心 败 社论中指出 Kenneth McKenzie的言论 和道出了阿富汗撤军大力的深血效果 不但导致区域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 也令到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大打撤扣 更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对阿富汗的观察和情报能力大幅下降 使美国难以掌握这个地区的局势变化 也无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 采取有效应对的措施 随着今年的美国大选迫近 Harris作为拜登的竞选搭档 他的言论和立场更受到外界关注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 直指Harris的沉默和 坚守 他们的 不说话 令外界不禁担忧 如果他当初 如果他最终当选美国总统 是不是会延续过去的错误政策 继续对国际局势造成负面影响呢 这个只是其一 你常说 The prices went up 责任是谁 你在执政着 你是副总 执政团队其中的成员来的 你不需要负责 如果你说未来会做 四年会做的愿景 那你三年半以来 你做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你三年半以来 一切都不做呢 为什么你还竞选呢 为什么你回到白宫 应该处理国政 如果 通胀继续高企 如果你说回落到高位 高企 如果 这个非法移民情况更严重 如果原油价格依然那么高 如果世界局势仍然那么纷乱 谁的责任 特朗普的责任 前朝的错 是你现在执政这两个人 拜登 Harris的错 喂 你是不是需要负责呢 是不是需要买单呢 换言之 现在就是对美国这四年 内政外交的信任投票 美国的谷选民 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一定会作出一个明智的决策 我们希望 1月5号的时候 不是1月5号 11月5号 和1月20号 这两个关键日子就是 竞选 就是这个投票 和这个走职 都有一个相当亮丽的结果 OK 社论中 就是指出 Harris对于阿富汗的撤军事件 沉默 不单止 引发国内的撤军决策争议 亦令外界质疑他作为领导人的判断力和责任感 那么这一场撤军的失败所带来的效果 或者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持续影响美国国际地位和全球安全架局 而Harris在面对这一场危机时又选择沉默 更加令他质疑他是不是能够担任国家总统的重责大任 这个其一 13个军人撤走 你没有去悼念 Harris 拜登没有逐一打电话给家属 没有好感抚平相同 是另一样东西 所以这件事激发了很多 即使是一些 中间偏左的媒体 比如 华尔街日报 也都已经 揭杆起义 质疑 Harris是不是有做总统的资格 所以这件事 知事看大 并不是 可以等限时之 当然CNN这场辩论我虽然不好看 但我预言给大家看 这个会成为 Trump 会更加抛离 Harris的重点 在一个如好洩切定了 可以展触 的一场 撑河 即兴的 没有稿的专访 两个人 基本上就是互相保位 即是说 你是不是单拖去做事 今天如果一对一 我又智可 一对二 两个人是 骂公仔 一个人咳 说不到的 第二个人可以補偿 这个已经是先天有利 另一样 大家要质疑的 你是Tim Walls 你对中国关系是什么 中意已开调查 我已经调查你 田华 田华 喂 你是什么 第三 Harris 单拖去说的话 有没有具体的称责 说出来 我肯定他没有 老吊重弹 笑笑笑 不是妙妙妙 是傻傻傻 而最后都不知道什么事 你今天 做一个这样的角色的人 中国政策是什么 外交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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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策的态度是什么 要质问到底吗 你对于通货膨胀 经济现在的问题 非法移民 种族问题 性别的这些所谓的 新的教育模式 犯罪问题 那么这些怎么去处理呢 问吗 讲清楚说明白吗 对于能源的政策 绿能政策 现在不是抛诸脑后呢 是吗 你以前说的东西 现在有多少实现 对现 2020年竞选的政党 当然你很快被人塞出来 那些东西是不是现在就好呢 是不是企业所得税 大幅增加 个人所得税大幅增加 证券交易税 但是股票0.2% 债券0.1% 又不是一样是这样呢 要回答吗 那GNN如果不问这些问题 问一些松玉蒙的 大而化之的问题 又被他这样过关的话 基本上是再次坐实 特朗普是更有能力 升任三军统帅 39天 你都没有坐下接受专访 或者记者会 现在第一次 又是石果僅存的一次呢 这些都要问的嘛 是不是 所以就说这些东西 会使得很多人 搞不清楚这件事 当然有一帮人 傻奸奸的 选民 以为他能够带来更好的人权 各方面的东西 事实上 他是 害人权 和为人权 大家心知肚明 我都认识有部分 不同的 左右派 一些香港人 在 美国不同地方居住 他们和我政见 或者是一样 或者是不一样 不要紧的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们全部都是 stakeholders 我不是 OK 但你们的决定是影响到我 明白吗 你们的决定是影响到我 在台湾的安危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 才会讲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你看这个地方 OK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新闻 就是什么呢 涉及到一个关于 苏利文这个人 就是去中国访问 苏利文去中国访问 大家知道 就是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就是 827 星期二 去到 昨天829 去中国访问 见了起码三个人 王毅 就是外交部长 兼中共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很长的名字 另一个就是 见了这个 张又鹤 中共的 军委 的副主席 当然 最重要的 最后一天 29号 就和习诸头见面 三个见面 你最后一天 你看到习诸头 好像皇帝 坐在中间 他和王毅 对坐 就是视你为什么 家臣 不是视你为外斌 虽然有和你握手 但是 人家对你 根本就当你是 Nobody 这个才是 最複杂的地方 习诸头 对苏林 都一字排开 对一字排开 现在你对苏利盟 你觉得他是 低过你的 用这个方式 彰显 就是习诸头 对于美国的一种 鄙视 今天代表 站起来了 硬起来了 强起来了 富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他代表你 低B 贱甲 卑贱 就是这样基本 白宫发布的新闻告示出 双方讨论了落实美国 总统拜登 习诸头 和习诸头在去年11月加州 三藩市 高峰会的承诺 包括禁毒 两军沟通 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这些不需要说了 太经历台海安全 俄罗律师侵略乌加拿 菲律宾 南海冲突 等等 这些 就是规划拜登和习诸头 未来几个星期之内会通话 也有可能 今年稍后安排 在秘老的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或者 在巴西 在11月中 18-19号 居行的G20 20国集团领袖峰会上见面 如果是后者的话 显然 就会在 总统大选之后 因为11月5号 总统大选 很多网友都很精明 很多都说 喂 拜登 你已经是 你已经是 跛脚鱼的政府 好听些 看守过渡政府 未来执政的人 要是Harris 要是Trump 除非你不跟宪法做 不跟宪法做 要是Harris 要是Trump 都不是你 你见杂猪头有什么意思 好了 11月5号 一揭牌 发觉到Trump 赢了 你还见杂猪头 人家笑你 摸一下你的头 拍一下你的面 收起 入老人院 继续海滩度假 是吧 你讲的所有东西 想做所有的承诺 要求中国的东西 他们不 送你 有什么意思 这个会面变成 今天 insignificant 也不应该要做 如果 是Harris当选 去的都是Harris 都不到你这个老人家 是不是 你变了Harris的下巴 全话人 那更加好笑 所以呢 相见不如不见 是吧 但现在这个拜登死都要扭上衫 海滩度假 整个老人家 我本书 摄入他的袋子 整个好像 九十岁的老人家的做事方式一样 如果他有病的 整个休养 是吧 去长照 而不是 去接受这些 那么大的外交挑战 那这个就是 苏利文 的说法 新华社就说 习近平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 告诉苏利文 尽管中美两国 各自情况 和中美关系 发生极大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 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组发展的目标 未搞改变 希望美中两国相向而行 这些全部都是老掉牙的东西 即是说 虽然反了美 但是 日子都要过的 意思是这样 利益继续可以交换 深层政府 华乞街集团继续 和我做生意 这个就是目的 虽然要在 政税深流 继续做 表面上你把牙帽 握好 桌底 付钱 磅水 大家 共利共赢 这个就是 新华社 杂猪头的 再说一次 共和党的政策就是 阻核 if you bomb 台北 will bomb 北京 这个就是阻核 民主党的政策就是 基身格式的 虽政治意识的 外交途径 不是说阻核 而是说既竞争 又合作 讲外交 这个就是完结的 你这样搞的话 只不过是说 以前 由这个尼克逊时代 克林顿时代 奥巴马时代 最坏的一面 基本上复辟 而未来如果哈里斯当政 继续会复辟 苏利文在27至29号 访问中国 今天也和这个 刚刚讲的 王毅见面 29号 见了张又合 这个是美国官员 高层官员6年来首次 和中共军委的 中央军委的 副主席会谈 这是张又合首次 和美国拜登政府官员的会晤 因为指明要见张又合 那么很多人猜猜就是说 张又合的曝光很多 是否要取代习近平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 听藏私识的阴谋论 可以优异 我不会认同这些 习近平依然老臣在在 仍然成为一个独裁者 张又合是他下巴中的下巴 即使用家臣 苏利文又向张又合提出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对南海自由航行权的承诺等问题 双方同意 近期 跟战区指挥官的通话 我想拜登找 这个张又合见面目的就是试 试试你见不见他 试试你的表现反应 试试这个人 位高权重 看看他的神情 和颜月色 还是张牙舞爪 是傻的 还是聪明的 只是看这些小微小眼的东西 而他出来见 肯定经过习近平的手朗 OK 证明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依然是密切的 那么 大家知道 在这样的大的格局之下 我们更加需要明白 这场见面 没什么大意思 而且 《金融时报》 也在8月20日 没有报道过 美中一直以来 秘密设置这个战略管道 苏利文和王毅 其实已经是几次 在不同地方见面 在两年前 2022年11月 的拜集会 在印尼巴尼岛的 G20领袖峰会之后 后来大家知道有所谓的 间谍气球事件 然后为了 缓和争议大家不见 但他秘密 苏利文和王毅 做得秘密外交 2023年5月 维也纳 2023年9月 马尔塔 2024年1月 曼谷 都有会面 再不算的就是 去年10月 在DC的会面 这些会面 基本上就是 试图缓解矛盾 避免误判 撤施湖南 管控冲突 那些管控分歧 这些做法来说 基本上是密会 每次的王毅 就是两天时间 一天一见10至12个钟 讲的问题当然是台湾 污战 半导体 什么都说 基本上是大家摸底 是不是这么简单 还是有其他交易在里面呢 就不知道 但是起码有几个特征 一 秘密 而不公开 这种是特朗普的四年 是不可能发生 就是我会讲的报道 就是最近特朗普 如何面对中国 想聊他 聊天的问题 秘密 民主党 苏利文 和中共 王毅的 全部秘密会面 事前不宣扬 事后也不公布 最近才 金融时报爆料 第二 外交 用外交 取代阻吓 这个是相当 愚蠢的 三 是不是有一种 亲中的危机 尤其 基辛格 几多图子 图孙 克林顿的基金会 有几多腐败的人 奥巴马 旁边困住他的集团 从荷里活 一直到 华尔街 有几多人和中国 过重生物 他们本身 是否静水深流 很多交易 王毅每次都说 在这些会议里面反复强调 台独 是两岸和平的最大风险 亦都是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 我再重新一次 台湾本身 已经独立 是不是要更加 彰显到我们国家 证明 是另一个问题 是两千三百五十万 台北人自己决定 法理台独 我认为是要做的 亦都是 要大家民主 决策去做得到 现在 你不搞这条路 台湾 事实上是一个 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 是很吊诡 我们就有台澎金马 宪法里面 又说到大陆地区 港澳地区 所以给香港人很多优惠政策 但事实上台湾这个国家 就是台澎金马 这是中华民国 你如果继续在幻想 月球星星 火星都是你的 都可以的 但你活在一种 幻想的状态 有梦最美 希望是否相随呢 你又不反攻大龙 说到最后都是假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知道在这样的大框架之后 你说台独是两岸关系最大风险 维持现状 现在有什么情况 赖清德或者以前蔡英文 宣布法理台独 没有 我都说他们基本上做错的 但他们没有做这个正确的事 即是没有做法理台独这个正确的事 他们继续走自己的路 中华民国台湾机制 对吗 即使是这样 在一个次优的方案 这个次优的方案 美国不会跟美国吵架 亦都是 在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不会导致战争 是要改变现状才会导致战争 这个常识 要吞平 要统一 要武统 要渗透 要拆反 要舆论战 心理战 法律战 要灭了台湾 要接管 要统一 要吞平 要侵略 才会改变现状 就是中国共产党 才是战争的最大的和患 很多人不明白 常常都责坏台独 觉得台独 就等于 卖国 台独就等于背叛中华民国 事实上 人民最大 民主的 宪借基础就是我们2350万这个命运共同体 不是跟14亿 做命运共同体 这样都不明白 人民产生主权 主权产生边界 边界产生宪政 这个都不明白的话 有很多人 在台湾 在台湾上 会说广东话的一些人 现在的情况就知道 这样的做法 管控分歧 应不合时宜 找张药合出来 就试试他 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 visualize 就是要看这个人 view这个人 究竟是怎样 这个才是真正目的 你说民主党有这个方法 中国会不会有方法想对付 Trump的团队呢 有 不是对付的 接触 也希望不摸底 因为 你知道这次选情很紧绷 两边的人都有可能 你作为一个国家 不像我做评论人 我清心直说 我喜欢谁 不喜欢谁 我认为谁对 谁不对 对中有什么不对 不对中有什么对 我都可以说 但是 作为国家 一定是压两边的 一定是bipartisan的 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的 有可能 他希望 赫金利赢 这个 我毫无疑问 他当然不希望Trump赢 但是他政策想压两边 我既要和 Harris 哈里斯 这边交好 另外一方面 也要伸出橄榄枝 我虽然震了手 哎呀 给橄榄枝 其实知道我不喜欢你 但是假意和你接触一下 这个就是中国的看法 记住 中国就不像这些评论人说的 在人两个都争 因为两个都反中 这个就是华尔街集团 那些左派媒体一直说的 其实不是 中国就希望民主党赢 共和党输了 我反对中国 反对中共 要灭中共的 就希望共和党赢 民主党输了 基本原则 如果你反过来想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 你说 中国会不会接触这个 特朗普呢 有 金融时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曾经 数次试图 和美国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特朗普 竞选团队建合联系 甚至出动前驻美大使 崔天海 但都无功而还 凸显了 华府目前 未满着对中国的 鹰派情绪 其实不是华府的 凸显了共和党的整个团队 以及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 八名知情人士 和 八名知情美中关系的人士指出 崔天海是在华府 拥有广泛人脈的中国官员之一 但中国官员和访问学者 尤其其中部分人士被视为北京的代理人 和美国国会议员的会面一直不信 现在和特朗普团队的联系 也面临着类似的障碍 这叫瓜田里下 即是你和他见面 以前通俄门事件的事 会不会说你以后通中门 接着整班坐在门下 你看 特朗普都是亲中的 特朗普和共产党有计谈的 中得了 一其一 第二 有什么好谈 你对着共产商谈 60%关税 中国最为国待遇取消 If you bomb Taipei will bomb China will bomb Beijing 中国是美国投号威胁 四句话讲完了 有什么好谈 你会和绑匪谈计 是绑匪想跟你谈计 不是你想和绑匪谈计 保守派的智库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AFPI的中国政策科目主任 就是叶望辉 Steve Yates 也都我认识的一位 老朋友 Steve Yates 叶望辉指出 特朗普的团队 和中国官员会面 几乎没有好处 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 众所周知 双方会晤 存在着被误解的风险 叶望辉说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成员和代理人的纪律 比2016年的时候要高得多 叶望辉是2016年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代理人 亦都以前 帮个共和党建制派 即Chinney 前副总统撤离 的 副总 副国家安全顾问 在中国企图对特朗普 示好受挫之制 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的敌意 日益加剧 北京当时的意识到 无论谁赢得选举 美中关系都不可能太怨化 当然 北京会喜欢 Harris 多过特朗普 这个明白了 因为 他到今天都没有清晰的中国政策 甚至无论对中国关税 是不应该要有的 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 特朗普的顾问也都试图避免 在2016年的事件重演 即是特朗普的团队在就职前和俄罗斯官员会晤 包括俄罗斯驻美大使 基斯利亚克 和后来成为国安顾问的弗林 Michael Flynn 引发了长达数年的通俄门调查 前特朗普政府的副国安顾问目前任职于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的 Victoria Coates 扣微 表示 即使是2016年 过渡团队 和俄国外交官的例行会晤 也都被政府官僚 用来扣陷 高级官员 未来可能担任官职的潜在特朗普政府官员 对于 和中国这个敌对国家 居行会议就持有 謹慎的态度 因为这些会议 可能会被操纵 或曲解暗示 和敌人勾结 说真的 你和他见面 无论谈什么 都可以被中国利用 很多国家也试图和特朗普的顾问建立团系 以避免重蹈2016年的覆载 当时 他们亦都因为 忽略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机率 未能够培养关系 CIA中情局的前中国问题专家 前总统布殊的 白公亚洲高级顾问 特朗普团队认为 现阶段和崔天海会面 不会有任何好处 因为任何 这一类的讨论 都会被解读为 中国 试图私家影响 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 中国是不是不想接规 如果特朗普不会 找崔天海 但是 不成功 亦都不会成功 我想未来 希望 God bless America 如果特朗普能够当选的话 整个国际关系会开一个新篇 香港光复的日子 会更加有机会 台湾会更加守得住 很多人问 美国要台湾加保护费 你怎样看 不加保护费 不保护台湾 我已经分析过 很多人 故意在 沉印知识 在下面留言 我留下留言 大家知道他们目的是什么 我讲了几多次 将一个 恩书 变成契约 付钱 买平安 是台湾愿意做 必然做的事 过程中怎样谈判 具体的条件 可以谈 但美国 一定保护台湾 但台湾 必须要 不做 搭便车的人 必须要愿意 精进自己国防 民防 深防 有意志力 有军事改革 继续 增加国防支出 达到GDP的5%左右 能够让美国觉得 我值得保你 Robert O'Brien 已经说过了 他两个女儿 在军队服务 你要我说服两个女儿 或者同意我两个女儿 可以 为台湾 犧牲性命 和你作战到底 你要告诉大家 台湾付出的是什么 金钱 决心 能力 意志 缺一不可 你不付出 哪有可能有收获呢 同样道理 对日本 对韩国 对德国 法国英国 所有北约国家 都是这样 不可以全部由美国 买单 你想想 不通 使用者 都要负担 一定的费用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件事 希望大家都明白 OK 所以我觉得 会更稳定 也不会更差 反而一个完全没有 讲解 傻笑 奸笑 丧笑 的 Harris 才是我心目中最 担忧 的一个总统候选 OK 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 对